在时光的印记里 我们不曾相遇 可每当一种声音响起 总会带出刻骨铭心的回忆 然后以声音的名义 记下当时的点滴 这里是岁月留声机 今天下午在电脑上搜索资料的时候 忽然之间在百度词条里面 打入了民国老照片这几个字 然后我就开始看民国的一些老照片 基本上吸引我眼球的 是那种黑白色调 但是却是无比秀丽 又充满故事的那些眼神 我突然感觉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或者血液当中会对某一种特定的因素 产生感觉 而我呢在那一瞬间 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 看完照片之后 我翻了一下以前写过的一首诗 因为最近一直在说 民国民元林辉英的事 就会觉得 其实有一首诗 跟最近做的一些内容比较搭的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就会觉得在风尘滚滚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外在因素 去浸染着原本晶莹剔透的玉 或者是一些纯天然的一些干净的东西 乡辖失禁 轻波弄 在被外界不得已 而披上某种色彩的时候 其实还有内心的一些 心香 会像霞光一样 不可欲控的 也没有办法被抑制的 随着失忆 然后浸满了轻波弄 轻波弄是杭州的一条 这个蛮有名的 巷子 在无山广场旁边 当年也是吸引了很多的 文人默克住在那边 当然最著名的是 白蛇传里面白娘子 曾经和许仙在轻波弄 发生过一些缠绵的爱情故事 之所以觉得这首诗 跟林慧英还有七合点 是因为林慧英本身的才气 其实给他吸引来很多正面的能量的同时 也招致了一些难以避免的非议 说到这里 我们继续再来讲林慧英的故事 柔软的格调 在某个浅泉的角落里躲着 那手持书卷的来客 不曾落座 却早已温柔了落寞 岁月留声机 民国民元的华丽与苍凉 1928年 当林慧英和梁思成 从国外考察建筑回国之后 他们选择定居在北京 也正因为这两个人 当时的北京呢 就形成了 著名的太太客厅 这样一个文人聚集的地方 当然这个时期的林慧英打交道的 也不只是像 之前我们提到的 肖前这种青涩的文艺青年 还有一些包括在文学上创作 已经有成就非常显赫的人 特别是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女性啊 不但没有把林慧英放在眼里 还对她的做派 加以了嘲讽和挖苦 当年和林慧英 过从甚密的作家 李建武 对林慧英的为人 做过这样的描述 绝顶聪明 又是一副炽热的心肠 口快 性子直 好强 几乎父女 全把她当作仇敌 为此呢 李建武还加以过举例说明 说 我记起林慧英亲口讲的 一个得意的趣事 冰心写了一篇小说 叫太太的客厅 来讽刺林慧英 因为每个星期六下午啊 就有很多的朋友 以林慧英为中心 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林慧英当时恰好从山西 调查庙宇回到了北平 带了一坛子又沉又香的山西醋 然后立刻叫人送去给冰心吃 对于这件事啊 李建武得出的结论是 关于林慧英和冰心之间的关系 他们是朋友 同时又是仇敌 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因为林慧英缺乏父女的悠闲的品德 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兴趣 特别是文学和艺术 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 生长富贵命运坎坷 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了里面 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 喜好和人辩论 因为她热爱真理 但是孤独寂寞抑郁 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李建武提出 冰心是林慧英的仇敌 当然这个仇敌是打引号的 颇有些人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 冰心也确实写过一篇 具有讽刺意味的叫做 《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 闭于1933年10月17号的一个夜晚 其后在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复刊连载 这年的10月 林慧英和梁思成 刘敦珍 莫宗江等人 到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 以及云岗石窟 刚刚回到北平 从时间上来看 李建武的记载 好像有一定的根据 那宋簇这件事 应该是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原型的 冰心的这篇文章 的确也刺痛了林慧英的自尊心 按照冰心小说当中的描述 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明花 十六七岁的时候 尤其嫩艳 比如我们的先生的照片 自然不能够同太太摆在一起 她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 是世俗 谁能看见我们太太不叹一口金木的气呢 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艳烦的气呢 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 却并不喜欢女人 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 特别的琐碎 特别的小方 又说 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 除了玉树林峰的太太 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用人 和女儿彬彬 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 哲学教授 文学教授 一个所谓艺术家 名称科鲁西的美国女人 还有一位白恰林峰天然销售的诗人 此诗人 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 白净的脸 高高的鼻子 薄薄的嘴唇 态度潇洒 顾盼寒情 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之后 引起了平津地区 乃至于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 作品当中 无论是我们的太太 还是诗人 哲学家 画家 科学家 外国女人 都被冰心 以温婉 伴随着调侃的笔调 做了深刻的讽刺和抨击 金月灵后来曾经说过 这篇小说 也有别的意思 这个别的意思 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 似乎有一种 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 后来成为肖前夫人的翻译家 文杰若 在林慧音印象艺术当中 曾经说过 我上初中之后 有一次大姐 拿着一本北京书局出版的 冰心短篇小说 叫冬二姑娘给我看 说书里头那篇 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 是以林慧音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 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之后 家里头更是经常谈起她 也提到她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运势 冰心的丈夫吴文枣和梁思成 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 两个人在清华是同一寝室的室友 属于真正的同窗 林慧音和冰心则是福建福州的同乡 两家还是世交 两对夫妇先后在美国留学 只是归国之后 吴文枣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 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 这期间呢 两对夫妇在美国相识 并且有过快乐的交往 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过于短暂 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 明显带有影射意义的小说完成 并且发表 林慧音又派人送给冰心一坛子 山西老醋之后 两个人由朋友变成了仇敌 以后的岁月呢 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 林慧音和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 且在初期的住处相隔不远 冰心先后住在罗峰街和维心街 林慧音呢 就住在寻金街 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即可见面 但是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当中传出啊 从未发现过两个人有过交往 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和徐志摩之死 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 而且这种影响又延续数年 这可能也是冰心和林慧音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1950年 林慧音因为受聘 成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 并且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 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 夫妇二人对于首都北京未来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他们曾经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 并且合并著作了一本叫做平交建筑杂录 其中有一段有趣的表达是这样写的 北平近交两三百年间的建筑物极多 偶尔游玩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 无论哪一个微微的古城楼 或一脚轻腿的奠基的灵魂里 无形当中都在诉说或者歌唱时间上 漫不可信的变迁 这段表述不同于普通的理论研究书籍当中的文字 而像是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 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 他们想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留下来 让它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 然而他们一生置业所细的古建筑保护和维修研究工作 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规划 注定要在此时遭受到最严重的挫败 从1953年5月开始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像瘟疫一样 开始在北京这座古城蔓延 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的牌楼街坊 不至于毁于一旦 梁思成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涵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梁思成被弃得当场失声痛哭 但更令梁思成难过的还在后面 当时的北京还有46公里长的明清城墙 完整而巍峨地环抱着 林慧英也为其中取了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名字 世界的项链 林慧英还有一个绝妙的构思 就是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 同时呢 变外墙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 顶部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的城墙 可以齐花池 栽种花木 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以辟为陈列室 阅览室 茶点铺 来供市民休息娱乐 游戏纳凉 林慧英为自己的设计画出了草图 幻想让北京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 然而城墙公园的计划注定只是一个纸上的幻想 北京市的规划不仅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 城楼 这些土石做成的史书 也葬送了林慧英的杰作 梁思成在《疏忽人间四月天》一书当中 曾经写过一段这样的记载 五百年古城墙 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 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 全被判了急刑 母亲几乎急疯了 她到处大声疾呼 苦苦哀求 甚至到了声力俱下的程度 然而 距离争辩也罢 激烈的抗议也罢 苦苦的哀求也罢 统统无济于事 几乎是转瞬间 一条完整的明清城墙就从北京消失了 拆下来的大部分城砖 被用作修房子 铺道路 弃厕所 建防空洞 对于林慧英来说 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一次出席文化部的酒宴 正好碰上也是清华出身的 北京市副市长吴涵 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谴责 他保护城墙不力 他痛心疾首地预言说 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 却只能够毁之晚矣 造假古董吧 古都北京终于在林慧英的美梦当中沉沦了 五百年来 从改朝换代的兵变灾结当中 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墙 却在和平建设当中 被当作封建余孽 彻底铲除了 此时 林慧英机遇成疾 住进了医院 为避免讽刺 众人封锁了批判梁思成的种种消息 但他从细微处察觉出来了 忧愤交加 拒绝吃药 终于在1955年的冬天 离开了梁思成 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用一首诗 描绘岁月 你却愿我 把日子 过成了诗歌 岁月流声机 民国名媛的 华丽与苍凉 林慧英的遗体 安葬在八宝山 革命烈士公墓 整座墓体 由梁思成亲手设计 墓深没有一字一文 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 没有幸免一样 他的墓碑 在文革当中 被清华大学的 红卫兵凿碎 他在病榻上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所画的图稿 被复制一句 他成熟时期的 诗文作品 还有文章 也有很多 在浩劫当中 毁诗殆尽 林慧英的诗文 有很多 比如说 我的快乐 都是微小的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心甘情愿 总是能够变得简单 还有 像我这样的女人 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 出现在感情里 我相信 我爱你 依然 始终 永远 他说 快乐 太单纯 所以 容易破碎 他也说过 人的寂寞 有时候 很难用语言表达 还有一句话 只有八个字 却无比 耐人寻味 因为懂得 所以 慈悲 2015年 8月7号 陈叔 在杭州 录制 民国名媛的 华丽 与苍凉 丁慧音 那南风吹来新凉 那夜阴披上西荒 月下的花儿 不如梦 只有那夜来飘 我爱着夜的妈妈 也爱着夜影的她 很爱那花一盆的梦 拥抱着夜来飘 吻着夜来飘 天来飘 我为你喝茶 天来飘 我为你滋梁 啊 我为你喝茶 我为你喝茶 我爱着夜少妈妈 也爱着夜影的茶 等爱那花一盆的梦 又把朵葉來笑 春朵葉來笑 我愛著葉小媽媽 天愛著葉影歌唱 真愛那花一般的夢 擁抱著葉來笑 愛著葉來笑 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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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